大家好,欢迎收看了本期视频,我是San 目前CBA第二阶段的比赛已经进入尾声 各大球队的争争也越来越激烈 大家都想争夺季后赛的门票 而进入新的一周呢,我们看到啊 最新排行榜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比前面两周呢,又有了一些调整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目前排在前四的球队 分别是新疆、辽宁、广东以及浙江队 那么其中呢,前四的一个排名呢 也是对比之前发生的大洗牌的情况 在之前呢,广东队一位接连惨败呢 他们是调出了前四的位置,调到了第五、第六 大家一度不看好广东队啊 但在最近呢,广东队的沃特斯的状态再度回暖 也带领整个球队拿到三连胜 目前广东队已经回到了前三名 按照这样的形势下去 广东队本赛季还是有实力争夺冠军的 就看沃特斯以及周琦的状态 到底能够保持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另外一方面呢,在此前稳居前四的前西别亚军 广萨队在最近呢,因为暴冷惨败呢 直接调出了前四名,来到了第六名 大家知道呢,在周五的比赛时候呢 广萨队面对弱旅四川队居然出现大暴冷的情况 最终呢遭遇对方绝杀,输掉本场比赛 所以在这一场比赛结束过后 对于广萨队的打击是非常大 也让他的排名呢,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这其实也告诉其他的西别传统强队 不要小看了任何一个弱队 尽管四川南南在最近呢,是处于这个排行榜 倒数的位置,甚至被一些球迷嘲笑为云南球队 但烂船还有三金铁,人家怎么说也曾经是西杯冠军球队 分分钟有可能逆袭 对于广东、辽宁或浙江、新疆这些球强队来说呢 都得小心一点,否则在后面的比赛分分钟有可能翻车 当然在这前四的球队里面呢 我认为前二的一个竞争也是十分的有意思的 辽宁队在之前曾经是长期占据榜首的位置 但是没有想到在新疆队经过本赛季调整之后呢 来势汹汹 在最近已经是接连抢走了辽宁队榜首的位置 稳稳站在第一这个排名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新疆队本赛季呢 有可能是成为争夺冠军的最有力的一个竞争者 辽宁队恐怕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本赛季的一个竞争格局呢 无疑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在赛季开始之前 可能大家根本没有把新疆啊 这一些球队放在眼里 认为啊本赛季的冠军竞争 可能还是在广东、辽宁、浙江、广萨 这几个球队当中去诞生 但是从最新的表现来看呢 辽宁队肯定是拥有实力的 但是新疆队呢 恐怕是最有可能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那个黑马球队 至于广东队的话 虽然也具备一定的实力 但是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 非常考验这帮球员的状态 尤其是年轻球员 如果在到了季后赛强度加强 加上心态方面没有能够控制好呢 广东队很有可能走不长远 当然了浙江和广萨队呢 也同样拥有争冠的实力 那么就看他们接下来能不能够保持得住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